哈喽大家好我是紫色水子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套比赛是一场苏美尔的火猫 然后相信之前也给大家说过了 很多玩家看一些大炮狂战的火猫感觉有些无聊 然后这套比赛我们来看一个比较新鲜的一场火猫 然后对于双方是有苏美尔的火猫 以及这边还有一个是PPD的CM 这两个人应该是1J的两人黑 然后对面也有小刘跟冷冷的一个黑店 还是实力比较强的 然后冷冷的小鱼人以及小刘的富王 富王也算是小刘招牌英雄 然后最近零电然后快递也要快要停了 大家有兴趣抢前货也可以最后抓紧了 好了废话不多说让我们来看比赛 这套比赛剑胜还是一个未改版之前的比赛 就是这连续两场做的火猫这边一届留点这边生意 小刘为了抢服把自己命抢去了 这好亏啊感觉 火猫拿到这个 火猫拿到这个神服和小刘的人头 他没拿到助攻 然后可以让他达到快两击 还有CM帮的卡平非常舒服 虽然火猫对这蓝猫是一个比较亏的线 火猫在这版本中为什么被大大的冷了下来 主要这版本 中单都太强 中单都是一些火猫非常难打的一雄 比如说像什么蓝猫 还有如女王 如影魔 如巨魔 这版本这些中单比较流行 火猫是一个打不过 所以说在路人局中火猫被大大的降低 而且现在大家主要是打比赛中 为什么CW火猫上场的价值也小了血多 就主要是现在火猫的英雄 大家知道拿火猫肯定中单对面打不过对面 所以有可能需要队友来帮 而现在在大家演示也做都很好的情况下 就是游走越来越难 所以说现在火猫真的是一个比较难打的局面 这边苏美尔前击第一包兵漏成马了都 据我所知两包兵好像就补了一个 二补两个 看来我还是低估他了 苏美尔这套比赛火猫还是一个没有 火猫加点 中国的火猫一般流行的都是 主意-T 就是主意-2GC-T的一个加点 然后大招就减一级 苏美尔看这套比赛为什么来做这套火猫 这套火猫苏美尔打的还是挺有想法的一个火猫 这边火猫由于开火盾直接跟对拼 捆住 再一刀蓝猫有危险 哎呦蓝猫这剩各位数学感觉 非常的危险 这里蓝猫好跳蓝猫前期 最近由于苏美尔 由于最近苏美尔打了一场比较好的蓝猫 就是这一战比赛中打的蓝猫都还不错 大家最近无论是豪啊还有木啊 还有三菱啊都开始玩蓝猫 然后看希望中国玩家能够后来居上 能把蓝猫早日练得跟外国选手一样火 今年全明星也是非常精彩的 看着还是挺好看的 总体来说事情不多 也在这里祝大家年跟前了 今天应该是大年29了 然后下一步视频应该是 应该是30初二吧 初二左右初一初二那个样子给大家带来 然后到最后差不多就这么个情况了 这边下一步更新的打算 应该是发一个二连 然后苏美尔的一场火猫 还有一场QOP 然后还有就是一场30的 应该是30一场蓝猫吧 或者三冰子炸弹也有可能 这边都是比较好看的 大家也许你都可以一如既往支持 也是谢谢大家的不离不弃吧 在新的一年中也祝大家万事如意 心想事成 也是希望我的事业啊 什么还有家庭都能够整整日上 这边利用一个C补个兵 前进火猫打蓝猫 虽然拿到了小刘的医血的猪窩 还有吃到一个闪击神功 但是打蓝猫依然是比较难的 猫这个补到面板上可以看猪窩 蓝猫还是压了火猫 哎呦苏面这好跳啊 感觉有危险 在A下蓝猫有没有被动 有被动有危险的 赶紧喝口瓶子 然后还有一棵树 没问题 应该吃一棵树 还是能安全的回到现场 这边火猫感觉还是得叫酱油来帮 其实火猫哎 这个刚说叫酱油来帮 冰女就来了 体验距离能不能C一下 C一下捆到 在A 但是冰女这样miss 砍一刀 在A一下 冰女回头可以A子蓝猫 但是自己肯定也跑不了 苏面尔知道 索性就直接补刀了 这种酱油 换对面中单二哥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不亏 捆住 砍一刀 再砍 天都这里 徒夫追着烧 利用S钩子 就可以追着烧死 应该是追着烧死 徒夫有些天都没血 我刚刚看的 是直接烧死了 的确如我所料 火猫 这里有一个小细节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直接冰女回城 然后给火猫磕一口瓶子 再给到火猫身上 非常的好的一小细节 这里可以来说一下细节 我不知道这个细节 算是bug 还是威慑 S4有意而为之的 他回到泉水以后 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 就泉水恢复的一个 小的buff 一个状态 这个buff 在回城TP出来之前 可以持续个一两秒钟 像火猫飞魂啊 水人飞幻象啊 这个buff都可以有 所以临走间 可以把瓶子灌完 这个也是一个细节 就是有人回城的时候 实际上带这个buff的情况下 哎呀 这火猫 有点略跳啊 这思命啊 他这么死了 懂我呢吗 这是 放个魂 然后直接死掉 满活飞过来 一刀带走蓝猫 双方互换了 但是双方都吃到经验了 所以谁也不亏 但是火猫买了一波活 感觉还是有点小伤的 这波蓝猫小转 我个人感觉 火猫买活 拿到这人头 蓝猫毕竟没 死他 这人头双方都差不多的 所以说 感觉苏绵尔这选手 真的有时候很神经刀 他有时候打的是真好 有时候打的也蛮斜的 不过他临死前 刚才大家可以看到个细节 临死前他买了一个东西 这边准备杀天怒 还是有困难的 被沉没到 再飞一下蓝猫滚过来 这边比你能不能救 逼一下火猫飞活滚走 但是这里双方应该是打不起来了 苏绵尔这波很危险 先买一本 TB 苏绵尔感觉又要干了 等一个ECD 应该就要干 火猫这种英雄 哪怕即使 基本功强入苏绵尔这种人呢 是情况下 他对线依然不是很好 对打蓝猫 确实是一个 个人感觉最少 七三开的局面 蓝猫打近战都很好打 火猫是打 火猫感觉没有打得过的 中单主流英雄啊 无论面对什么影魔啊 QP啊 还有蓝猫啊 这些巨魔啊 都被翻着操啊 感觉 这边火猫 哎 看到天怒了 这个眼睛不错 天怒直接死了 捆住 开火盾 直接烧 一刀A死 被火猫直接成功烧死 这边也吃到一个隐身身符 神清技术 PPD 毕竟是 这个两人黑啊 保护还是不错的 这个炸弹人的配音 感觉有点久 所以还是换过来一下 启动语音 换过来一下 换到了 换到了 好了 这边来进来看比赛 这里火猫游走 刚才卖掉了 然后不好意思 在这里 说完好 猫死也没发生什么人头 没关系 这边也是送来一个魔棒 十个能量魔棒 职业大神都很比 比较喜欢绣魔棒的 说句心里话 这边开火盾 追上去 C一下 但蓝猫有滚的 应该是小杀 还是有困难的 这边被拉住 火猫 比女一个大招 能不能双杀 比女双杀了 哎呦 漂亮 但是火猫这边 应该还死不了 有个 有 有 用一个T 解压状态 也是临时点了一GT 解压状态 没问题 小刘的 火猫死在上路起飞了 双杀 在下路起飞了 杀到监胜 这边想杀陈莫 有困难吗 我感觉 比女纤维 哎呦 这三连滚没滚到 那这一 一把心酸泪 这杀肯定还杀掉了 陈莫也很难杀火猫 有个火盾的 这边还要搞吗 没塞到 走了 这感觉火猫要圈 蓝猫来了 车 好悲剧啊 这蓝猫感觉DoubleQ了 DoubleQ 这要被 被 比女线好像也要被火猫坑死 临此间 蓝猫最有下A出来 蓝猫这里一样 有不可当 再滚一下 这对拼 蓝猫再滚一下 魔棒点一口 再A一下 直接A出来 哎呦 蓝猫还没死 这一波蓝猫直接肥了 但是坚生过来 蓝猫不好刷 敢斩天怒吧 蓝猫有蓝呢 一刀 两刀 直接无敌斩 无敌斩 三刀 出爆机 直接无敌斩 没问题 坚生还是比较冷静的 不过小刘在这里 也是起飞了 火猫直接选择 要TP到这路来 来准备来杀小刘 但是有困难的 小刘这里不太要杀了 火猫也是 前期发育并不是很顺 8分钟 3300块钱 火猫不算肥 真的不算肥 不是属于那种 无解肥的火猫 看苏密尔这样 面对一个前期 不是很顺的火猫 他应该怎么选择 苏密尔应该也要出项尾鞋 火猫确实只有项尾鞋 比较适合 绿鞋这种 大哥出绿鞋太扯了 小刘冲动了呀 滚过来 再拿魂滚一下 Z柱 A刀 这小刘直接捐了 好了 让火猫一刀 哎 火猫人品不错 一个T收到人头 那这样项尾鞋出来了 火猫刚才说那个鞋的问题 夹腿不太适合火猫 火猫并不是很需要攻速的一句话 然后项尾吧 增加攻击力 增加自己移动速度 开火灯可以追着烧 追着飞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道具 而且他出甲腿绿鞋 都不太扯 不太好 飞鞋吧 由于他有魂的大招可以飞 所以说出飞鞋 也不是很好 所以相位还是 目前来看是最适合他的鞋 这个中外玩家理解 基本都差不太多 火猫项尾鞋 到手 是不是选择要回一波家 火猫 猫子还是想把 想再出一个天鹰 来撑一下自己属性 他这还是补了一个户 猫子天鹰战鼓都要出 他这种火猫 一会大家看就明白 他这种火猫是一个 靠滚魂 就是滚大招 靠大招 以及E跟C打输出的一个火猫 所以说他的属性非常非常的重要 开启火盾对拼 蓝猫完全不是对手 这边想杀还是有困难的 11比10 前击比分还是双方还是很激烈的 火猫又控到一个 这边能不能捆到 一个捆 非常机智 这里操作很好 直接滚魂 就滚大招 一个T踢空了 府王也有了跳刀 这边也可以看见 府王非常肥瘦的发育 小刘前击速度一血 以后 中期补经济补的还是很好 尤其少路确实打剑胜 他没什么压力下落 防这种英雄天生一倍 剑胜好住 但是打得过吗 天洞来了 但是一个火滚两个 再一个双杀 哎呦 小刘这里太急了 明眼应该等天洞上来 再抓这个火猫 这样一波感觉好亏的干脚 但是剑胜也一个双杀 这一下直接从11比10到15比11 直接崩了 连两大哥都是双杀 这谁干TB啊 小鱼人 冷冷要干火猫 但是有困难被冰尼C做 冰尼个大 图一个秒钩 漂亮 直接把冷冷一套秒掉 无缝抗冒 这冷冷一把新钻类啊 回头 想TB无解肥小鱼 怒送一波 那这样的 让他局势变得很崩 他主要姿势是 姿势有大招 有C来解状态 所以他很自信 没有 没 就是觉得能守 但是没想到对面 靠梦能这么好 一套把他打死了 减速 飞一波魂 带着蓝猫过来 准备拉 动一下 别让蓝猫打输输 沉默 他这还得再踢一下 这边能够反杀蓝猫 反杀蓝猫也有困难 天诺这里应该会被屠夫收掉 这火猫还想上 我想的不要太多呀 大神就是跳啊 这边火猫这点血还敢浪 真是自信啊 我说是自信还是你自信啊 这边可以空到一个赏金神符 但是火猫这几波符所说 空的都并不算好 战鼓 天鹰 哇 撑了好多的属性 你看看他的属性 天鹰加 加就是三点力量 然后九点敏捷 这个战鼓也是加 九点所有属性 他这加了十八点敏捷 属性撑的很高 一千一百多血的火猫 十一级就有一千一血的火猫 很高了 比分十七比十二 见证也是 现在见证都是相位封联 三皇对点 相位封联 我这感觉好压晕啊 其实我感觉这版本剑胜 为什么说厉害 上版本就上 其实我感觉加强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确实这个打法被开发出来了 这边准备杀天鹿 天鹿又卷了 准备杀天鹿 直接被火猫一样烧死了 福王跳好 但是沉默被勾 这福王直接把火猫给斩了 火猫买不买 应该 应该 不太舍得买吧 他可以买 准备见证来怼 小鱼 这里 福王跳舞三个 火 蓝猫飞过来 火猫这得买了 买了买了买了 火猫买了 准备收割 但是马踩过来 三连滚 直接能干掉蓝猫 火盾有没有 他蓝猫直接被塞死 火猫非常自信 火猫收掉了一个蓝猫 但是能不能抓掉小刘 感觉还是有困难 这边开启战鼓 还要追 能不能塞到 塞到了 这苏鸣好上头 双杀又死了 买我死 火大灵死前居然把东西买了 我没看错吧 我看一眼 哦 他的确把东西买了 你看掉钱 刚好买了 直接死 我天 手速 真是 你这得单身多少年的手速啊 好好给力的手速 他这一波买活 本来是一波买活死亏了 但是他凭借这一波 非常快手速买到了东西 所以导致他这波不是很亏 局面还可以在一个掌握之中 46秒 复活的火猫 我们稍微快进一样 能火猫复活 毕竟有火猫视角嘛 快进还是有必要的 这边小鱼收掉 但是火猫TC 也能把小鱼人也能收掉 这边再一个火儿滚上来 双杀了 三杀 我天 踩着队友的尸体 三杀了 小鱼直接选择买活 冷冷也是打上头了 直接买活 冷冷作为女汉子的代表 妈的这边怼我 妈的买活 干死你 但是你对小鱼有宝石吧 有真点有真点 小鱼也是跳刀 跳刀还是很关键的 这场比赛 小鱼现在我跟着感觉 跳要比人好 一般的情况下 因为现在 对面一般打小鱼 控制都说实话都不少 所以直接滚回 再滚回来 C住 小鱼要开大了 这还要怼吗 开博物两个人 感觉这开物 效果一般般 说老实话 这开物没这么大用 火猫第一大章 选择要做紫苑来制裁蓝猫 这真是一个有理想的火猫 这边准备抓蓝猫 不太好抓 小鱼这跳来想抓人马 沉默一个大招 然后蓝猫飞过来 这一波感觉要崩 火猫帮助了C一下 这把火猫冲上去 由于属性很多 滚三段魂 直接感觉能把冷冷收掉 冷冷还是死掉 被TC住 再C两个 吃一个瓶子 不错 很冷静 这波感觉火猫 躲了一个吼 直接干掉斧 DoubleQ 再追 看能不能能追到谁 队要人都跑了 这感觉能追个蓝猫 蓝猫没蓝了 他点了蓝猫 没蓝 这蓝猫不要一决 蓝猫没蓝了 一刀A死了 三杀 这边魔棒点一口 马上有ECD 哎呀 还是直接死掉 三杀 被终结 这一波的操作很好 而且临死前又买装备了 苏密尔这个临死前买装备 他其实应该设的是快捷购买 这个我在这里可以教大家怎么设 就设置里面有一个快捷购买 就是我的是F2 我记得是这个位置 有一个快捷购买 我记得是 给大家找一下游戏选项 一键快速购买 我这设的是F5 一键购买部件是F8 这个你可以自己设置 都可以一个比较好设置 设置以后 比如说你想买 你比如说你先用一下这个 用一下自由的视角 比如说你想买这个 在这个道具 按住Shift 键盘Shift 狂战 点到 他就会直接这三件 就会出现在这底下 然后你F2 就是设置一个快捷购买 一直按那个键 他就默认你有多少钱 你就可以购买那些东西 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 谁用谁知道 大家有兴趣都可以来试试 然后李子在这里 也是热心把自己 所知道的技巧分享给大家 这个可以方便死后买装备 可以很少的扣钱 这帮蓝猫 狗猫做出了紫愿 直接紫愿做好 像杀一些小脆皮 还是非常好杀的 蓝猫都有希望 有紫愿了以后 狗猫这边准备飞一个魂 滚上来 紫愿一下TC柱 一刀 两刀 三刀 完了 小鱼开大也得死 直接死掉 紫愿效果非常的好 对面 对面有蓝猫 有小鱼 有沉默这种东西 所以他还是这次 用了一个非常好的细节 坚持跟斧王一换一了 我好拼啊 这时候其实打这奥比赛背景 苏敏尔还没有大红大紫呢 还不是属于那种非常水平非常近 水平特别一线那种旋绕 这边两连滚 以下紫愿柱 再一刀 这沉默 再6 一个T 我还是这次 飞魂 走 刚才火猫用了一个细节 大家可以学习啊 他在T的过程中 天动一个大招 这火猫已经要捐了 刚才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小细节 火猫T的过程中 是能释放道具 释放魂 就是释放很多东西的 他可以直接T 比如拿T躲一些关键技能 然后放魂跑路 就是这可以在一个T的过程中完成 T等你高了以后 可以有一个一两秒无敌时间 而且T也可以躲技能 很好用 蓝猫也做出自愿 蓝猫跟火猫同一时间做出 基本上在差不多同一时间的时间 做出自愿 不过火猫还是肯定是要比蓝猫要舒服 也毕竟看蓝猫这装备 他基本算一个罗紫园 而火猫这装备 他买了很多属性 便宜又加上战鼓 属性非常多 也是全场最肥的一个火猫 火猫下大家要做吹风 因为打沉默 一般人打沉默选择BKB或者分身 而这样比较他选择的是一个 选择的是一个吹风 看看效果如何 其实做装备真的不能这么死板 比如说对面有沉默 沉默有天怒 你玩的是蓝猫这样的英雄 或者火猫 做吹风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尤其是蓝猫 我更感觉做吹风效果非常好 尤其一些需要依赖Blink的英雄 像敌法还是不推荐 敌法明明后期还是要打预定输出 像吹风啊 提供一定回蓝 提供一点攻击力 而且还提供一个控制 尤其像女王这种没打断的 特别适合 挺好用的 女王最怕就是包巴力足够 但是人家直接当一两人TP 一点办法没有 所以补一个吹风效果非常好 然后你可以吹自己 作为一个保命技能 效果谁用谁知道 还真的是蛮不错的 比赛经到20分钟 比分31比28 这样比赛人头数非常多 很激情的一场比赛 吹风子愿的火猫 会不会有点输出不足 这样比赛我们来看 宋明尔到底怎么打 放个魂 开始一波继续打蓝猫 但是时间到了 但是直接滚魂跑 躲避沉没了大招 这就把人马卖到里头了 哥人感觉 人马肯定是要死了 不过对方一标技能都放过了 这波其实说实话能打的 对方一堆技能全都放过了 他们也并不是很虚 服王一个跳舞三个 但是哥人感觉这一波不太好打 这边剑胜之间一无敌斩 特别有火猫TC带走天怒 那这样一换一 并且能拿掉这个防御塔 一切都不亏 小鱼人这边在追 飞一下子愿柱 防一个跳好 这边火猫感觉 居然直接闪 但是火猫能买活 这肯定要买的 买活直接飞 买活飞回来 这边T柱TC柱 直接死掉 杀掉小刘福王 这边可以躲回上腕 直接双杀 完成这一波火猫 直接拿了五个人刀 拿了拿两个人刀 拿五个人刀 蓝猫这一波直接滚死了 冰绝 这边滚过来 紫苑双王护点紫苑 这边在屠夫 有屠夫帮助火猫 又是一个三杀 感觉 屠夫中结的 蓝猫 大刀的人被中结 风暴之灵 风暴之灵 在召唤 火猫属性非常高 而且是一个打架很激进的火猫 火猫 防战一定要记住 留火买活 非常的好用 第二时间再转 再进到 这田弩你也敢上打 哇 不要逗我呀 有点略邪啊 这个田弩 直接被烧死了 一个铁 直接表彪 这好邪 田弩面对一个火猫 一个人收打 PPD也打了个点 小鱼被TZ住 但冷冷也非常干脆 不太敢追 这一波还要杀冷冷吗 勾到了 这冷冷有危险 TZ住了 飞魂滚进来 紫苑住 一下子解掉 但是还是被火猫一下砍死 就是一下砍死 火猫自己也别走了 直接被斩了 小刘替冷冷 怒 怒报 怒报仇 我妈杀我女神 干死你 比赛现在进到23分钟 38秒22 然后爽猫可以说 打的有来有回 真是有来有回 火猫不过 杀多死多 20-8 然后这也看出 火猫打的很激情 这套比赛 苏密尔毕竟年轻啊 打的非常激情 这怎么莫名其妙 就给一波团面了 火猫切到了吗 火猫在观察一下场上形势 准备下一波 看看怼谁 但是上路打起来了 火猫赶紧切啊 哎呦 真是捉急 你挂机了吧 伯伯 哎呦 我还是用自由视角 给大家看一遍吧 剑城过来的 被先手紫苑住 剑城被一套直接秒掉 人马被斩 然后两个人全死 这波老成马了 小刘一波双杀 蓝猫一波双杀 不是小刘一波双杀 再次转换回火猫 第一次摇 火猫死这波 对于团队非常的少 没有火猫 可以说他们80%战斗力 都在 都都没有 他们主要火猫 拿了全场最高的经济 而他的老对头蓝猫 也是拿到了全场 非常好经济 拿到全场第二 火猫这几波 感觉也不能再上头送了 再上头送比较危险 不过上个版本 剑城后期 是值得信赖的 开水能力 不要这版本 这版本感觉剑城 稍微比上版本要弱一些 他主要是前期 比较难过度了 不能不可能 像现在先让前期 直接追人 砍了 火猫直接去控服 还要买什么 把天 哦 怕是直接把全空格了 这边准备杀人马 但是 房间 BKB 进来很硬 这边带一个TC 这里准备再追斧子 一刀砍死 滚魂 直接两两滚 再一个T 双杀 再放一个魂 这就T的过程中放魂 刚才看到这个操作细节了 非常的帅 T的过程中放魂 这一波 你跳到这里面 不卖了个 有点卖了个萌吗 钢琴手 骷髅王 紫园吹风 准备来怼小鱼人 这 这冷冷感觉被怼死了 火猫吹风的 感觉要捐呀 放个魂 这有吹风 有紫园 C住 愣了这下回程 有点想多了 确实死了 直接死掉 被火猫直接烧死 火猫又出了跳刀 我靠 好飘啊 感觉他这样飘成马了 都快 我靠近了 紫园住 勾过来 带着他吹风 吹起来 这边再一个T 直接死掉 哎呦 TC 直接撑五秒 到蓝猫 蓝猫为了控个缚 把自己命 打进去了 这不在感觉 火猫好飘 真的跳刀 跳刀 紫园吹风 完全把自己 当一个法师 打 王王也是 利用自己的火盾 帮上烧烧就完了 也不 也不攻击 最近帽子 大家都在流行 卖那个DAC 流转下来的 那个 肉山手办 有兴趣的 我的朋友 想收两个 有兴趣的 想卖的玩家 都可以给我 到时候可以帮你问问 就是想出的 比如说 利子说 我利子 我有的想 想卖 然后出的 也可以给我 然后我可以 我可以 帮你提供一条 卖的道吧 我朋友 确实比较土豪 嗯 价格只要差不多 不算太离谱 他应该就会拿下 然后有兴趣 可以 最好 火猫 火兵 就是 火兵一套吧 冰火一套 冰肉跟火猫 最好是一套 手办他不要 手办他有了 手办他收到了 然后 冰火猫 这边 先不 先不给他 动号了 先来 这边 先看比赛 先成一个 分身 还是死了 但是 火猫能打住到 叔叔 看很关键 但火猫 这叔感觉 略点略低啊 后排都被切光了 勾过来 屠夫这底波 勾还不错 但是貌似 还真的是打不过 酱油被切光 双方两边 酱油都躺光了 少彩 紫苑 小鱼人在里面 火猫也不敢太激进 还是刚才那说的 冰火揉 一套 最好是一套 这种东西 还是比较值钱的 然后 我以我的 到时候 我给你们做中间人 行 我不要中间人 废 然后 我 有些人说 狸子你会不会戏软 我妈说 这真的妈 我表现我们会戏软 火猫这还是死了 顿焦了 准备轮 火猫这块 盾 这直接秒躺 放不出来 直接全蒙 这波推进 被人打得一愣愣的 就是 冰火肉 我给你俩做中间人 然后 如果你想出的话 当然我是说 想出的朋友 别你自己喜欢 你说狸子的朋友 算了 出给他吧 这没必要 没必要 毕竟这种东西 还是 很值钱的 我肯定是买不起的 大家不要想 是不是狸子 以自己朋友名义 说妈自己买 我那妈这种屌丝 我肯定买不起 妈只有土豪 才能买不起 这种冰火 一个好几千块钱 一对妈八九千的 上万 我靠 我那妈肯定买不起 我这种屌丝 哎呀 太屌丝了 简直屌丝 我现在已经不是那个 视频狂摸了 有的视频 只能欣赏一下了 买是有点不舍的 所以说结婚后 跟结婚前 真的是两个心态 所以说也希望大家 多多珍惜 自己结婚前的日子 有的时候 真的是喜欢一些视频 但是破育比较贵 确实是经济有点不允许 也不是说 也不是说买不起吧 就感觉 不像过去花那么多钱 无所谓了 你要说过去 我喜欢一个 比如说我喜欢一个羊刀 那时候羊刀两三千 买一个 我觉得能接受 现在就觉得 有点贵了 确实是有点贵了 当然我是说过去的羊刀 现在羊刀 妈白保货 根本不贴 紫园敲上 BKB撸起来 他把吹拨 哎 这只还是勾到了 自己的自己兄弟 火猫感觉这样打 输出有点不太够 还是不太推荐 感觉这样输出 不是狂战打炮那样猛 但他刚才三千多百年东西 他没买装备 应该是身上有东西 BKB人马 蓝猫全场最卑 看蓝猫什么装备 紫园BKB加四千大羊 哇 好肥的蓝猫 蓝猫确实屌啊 有钱 还住 这边准备杀小刘 无敌斩 斩上去 但还是秒掉了 这边剑胜 配合 斩王 你看 真如这版本 其实剑胜还是给力的 再一个C 紫园猪 再滚魂 上来 沉默开大 小羊人 直接吹风 把自己吹进来 这边能留到小羊人吗 TC帽子 没TC好 跳C 我这个控制 小羊人 只能选择开大 这边比女儿开大 这边一勾 直接被屠夫勾死 屠夫这几个预测 冷冻走位 走的都挺好 屠夫老是怒勾命 你这样 人怪不得单身呢 当我 只开玩笑 没 没准人家 就是女朋友 有女朋友 甚至人家 还是人生一家呢 打刀的也有人生一家 大家不要小看 这吹风好溜啊 又把自己救了 过会直接跑 感觉有个吹风 萌萌的 梁大哥死了 操作还蛮好的 紫燕 互相追着紫燕 冰座 懒冒险跑 还有被直接紫燕炸死 直接飞魂 感觉村面已经玩起来了 玩得好开心啊 这边还是要走大炮 蓝猫直接选的买活 第二路不能破 但是殊不知道 我小流浮王 直接三连斩 冰女也别跑了 这火猫没想法 直接跳到走 反应还挺快的 小流一波四杀 疯狂杀戮 火猫直接跳到跑路了 自知不敌 赶紧跑路 回复 经济上双方应该差不多 天文王稍微领先一点 他真是 天文王的五千 五千在于33分钟来说 不算一个大 大逆风 双方都有打 而且经验还是零 所以说双方完全是一个 五五开的局面 还是得看几方大哥 或者对边大哥 说明有好的发挥了 火猫吓大家 还是准备走荒站 这不是走大炮 感觉没大炮输出还是低了点 这边原来抓小鱼跳水了 塞住 但是应该没塞到 不太敢上了 还想秀对面 沉默一个大招开起来 死亡开起BKB 这一波火猫感觉不太好的 吹风把自己先吹起来 滚一波魂 直接跑到幕后 然后看前方怎么样 小刘主的比赛被终结 但是蓝猫也在这里 人马配合一个二连 配合火猫TC 还是秒掉了 小鱼人也躺 这一波天天猫打赢了 一换三 打赢了打赢了 确实打赢了 蓝猫一看形势不对 马上跑路 看来这蓝猫真是一个机智蓝猫 形势不对 你就不能再死呆在那了 死呆在那只有作死等死 所以说他要给自己开装一片天 哎呦 他好天动 这血量杀不了 黄猫吧 黄猫也不敢上 他不知道生有多少人 这边可以滚着一个魂 滚过来 完了 直接被一个T踢死 这蓝猫玩的 这黄猫玩的好溜啊 感觉 好秀啊 冰女给个古威和 他也不用回家 古威和现在还叫古威和 看一眼 啊 影之灵看 我们常喜欢叫他古威和 但人家其实有一个更文雅的名字 叫影之灵看 我只能选择买活 火猫先退一步 没办法 不过屠夫很重 被他冲到很多时间 再一个TC 这边杀掉小刘 小刘是买活死的 那这一波感觉 有点小崩了 这边愣嘴屠夫 这屠夫还是被嘴掉 但是蓝猫能不能走 这边杀小鱼吗 哎呀真是惨 杀天怒吗 回头 别的杀了 天怒还是可以的 也可以杀小鱼啊 为什么非得杀天怒 弄了万真一波三杀 然后 孙明儿 PCT和我们的火猫 是外国人吗 然后这 这这 这边屠夫也开问了 小刘回了一句 当然 一记两字 聚员你不认识吗 看来打刀 他还是 不见得 看来打刀的 并不是说 所有人都看比赛的 我说怎么不跟我说话 气死宝宝了 哎呦 好像是个妹子 这妹子 如果真是个妹子 打得不错呀 这骷髅 这屠夫 老说骷髅王去了 看来在我的潜意识 大脑皮增中 认为妹子 只能玩骷髅王 这种因素 其实有的妹子 玩相当不错的 蓝猫 羊刀 火猫 大炮 然后更新 双方都更新 一波装备 下一波团战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波团 看他们会怎么选择 很重要的 这波团 这边有人 就跟小刘开玩笑 然后说 黄叔 我爱看你比赛 小刘怒吼一声 鱼丸呢 光爱看 有个猫 等等给你 这波团战 在这儿打了起来 两把BKB切磕该战场 这沉默直接被火猫干死掉 一个T 直接把火猫 就直接把沉默把火猫秒掉 这把小鱼人也不要上了 再上赶紧有危险 我 勾到个 虎王 突破这几波 还蛮关键的 苏老说 我跳上来 感觉还蛮飘逸的 这波一波三杀 然后天文帮可以说肥的都是火猫一个人 火猫现在两年四百块钱 小鱼人准备来搞火猫 但是有吹风呢 还真不太好杀 阳刀阳柱 那这样火猫可以说是死的无话可说 无人能打被终结 这种就是没办法 只要队面 其实我跟人感觉蓝猫这版本相当强 他那个飞 可以做一个非常远距离 很阴霸先手 拉配羊可以控制六到七秒钟 队友也基本能跟上 所以说特别好 特别强的英雄 这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 DSA时候中国战队都不是很看重 一看就打蓝猫体系打得少 但蓝猫的英雄真的 我最近也玩的 火猫跟我玩的不是一游戏 这个屠夫也是笑笑 调侃一下 证明这火猫打得好 我怎么在这 怎么给大家说呢 就是蓝猫的英雄 很吃阵容的 最好对面有一些 最好几方这边有很强的一个大控 所以说他还是吃大哥配置的 不是一个百搭英雄 现场也比较弱 惧怕一些 就是鹿霸 如黑鸟这种鹿霸 他是非常惧怕的 踩脚一个地 但是过不去啊 蓝猫BKB开起来 蓝猫没TP吗 BKB 都好了 再见 蓝猫之灵走远了 剑城也准备错冰眼 对面有防 剑城做冰眼 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选择 其实冰眼这东西 现在版本近战处都可以 加很多攻速移速 就要加很多 就是属性 攻速 什么都加 因为他是全属性嘛 属性这种 又加又撑血 又加又加的 就是什么冰眼过去 大家老认为 他这件装备 不是好座位 最大问题是 他有点平庸 就是 你说的厉害吧 也厉害 说的不厉害吧 也确实是那么回事 这边杀天洞 没搞天洞 还不走 落了个去 真是没搞懂 别被砍死 两线兵 两路兵线 压力确实太大 可以拿第三路了 蓝猫买不活 1100多块钱 他刚才 猫似买东西了 小鱼大云锥 大云 剑剑的兵 都做出来 双方又更新 力波装备 但是现在 就这个装备来说 天洋方确实是 比较难搞了 这咱也得承认 就是厌方 确实比较难搞了 我跳过来 一刀把鸡给干了 准备打 先切陈墨 陈墨 先把自己吹风道 然后紫月按住一套 A死 陈墨直接被后排拿下 但是看前排 前排这方面 见证也是跟突如配合 怼死了 怼死了小鱼 直接被跳到 跳到宿命一刀收割 火猫已经杀了32个人了 这就是一场非常精彩 也非常非常新颖的火猫 很好看那场火猫 然后这样 你得马上就要走到 时间末尾了 毕竟也马上就要超级命了 扣的是个 这让我来是破绝吗 蓝猫过来追加 但是直接被苏密尔救一波 踩住 哎 命女还是得死 哎 命女跑了 这让我有点没想到 最终还是跑了 火猫准备做完灭 大的是女孩 我天度好脆啊 被蓝猫被勾出来 带着蓝猫给滚 逼女跳 跳刀秀了一波蓝猫 直接 激励爆掉 然后最终还是一场非常好看的火猫 也是 之前大家可以看 下一期给大家带来使命 应该还是一场苏密尔的 然后 不应该是苏密尔 应该是一场三兵的 估计是 然后更新技术 刚才也告诉大家 目前更新就是这些视频 好了 我们下期见 在这里 最终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下期见